有往昔,军演讲故事,联媒播讲,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,九十九亿闪昏,豪门总裁夜夜忙。 第四百六十九集 宋老太一下子跳了起来。 什么,就给几万块,他们打发叫花子呢。 这态度何止是不满,简直就是非常不满。 宋卿尘对宋老太这种反应实在是恼火至极。 有想到过,几万块不见得能满足奶奶那颗贪财的心,但是没想到奶奶不满表现得如此强烈。 当然,为了稀释宁人,她还是压制住气氛平静地说道。 奶奶,这里的医药费一天就是上万块,再加上妈检查的各种项目,都是最好的,这些都是钱。 这些钱是他们应该出的,跟赔偿没关系。 我告诉娘,几万块,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。 对,我也不同意。 宋卿尘的脸色沉了下来。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同意? 现在受伤的是我妈,只有我妈有资格发表意见,你们说什么都不算。 上次把母亲打伤住院的时候,他们连看都没有来看一眼,甚至不闻不问。 这次涉及到赔偿问题,他们倒是积极得很。 宋老太不满地问道。 那你说,你妈今后要是落下个什么后遗症,谁来负责? 我爸那时候躺在家里一动不动,我妈安前马后地伺候着。 可到头来,不是照样没有说话的资格,一分钱也没看到吗? 说起后遗症,我爸现在好像手脚还不利索,有时候犯头晕吧。 照他们现在的意思,是不是也应该把父亲那笔赔偿款分一部分到母亲手里,以防止父亲将来有个什么后遗症呢? 宋老太说不过他,也懒得跟他扯。 这是两码事,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。 怎么就两码事了,你担心我妈落下后遗症,想跟人家要一笔钱,以防万一。 那我爸赔偿下来的钱,你们给谁一分一毫了? 宋老太气得嘴角直打哆嗦。 那,那不是拿出来装修房子了吗? 就是,买家电不都是我出的钱吗? 哼,你们还真好意思说,家里的哪一件电器是我爸出钱买了,我爸顶多是买了几张床和被子,就连厨房的东西都是我出的钱,电器更加没要你们一分钱。 这算下来,我爸出的钱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块吧? 宋老太气得跳了起来,两万块不是钱啊,你宋清晨现在是长本事了,两万块都看不上眼了,不愧是找了个有钱人家。 不过,怎么就没有听说,你把你那对象带回家来给咱们瞧瞧的啊,不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糟老头吧你。 是糟老头也好,小伙子也罢,我自己喜欢,我乐意。 宋清晨也丝毫不让,遇到这种极品佳人,他只觉得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不幸。 宋父不耐烦了。 行了,甭在我这儿扯这些没用的,你去告诉那个主家,别指望那几万块钱就想把我们打发了,我们可不是要饭的。 宋清晨也豁出去了。 既然你们那么厉害,你们自己去找好了,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,人家在S市可是响当当的人物,而且这件事人家也早就找好了律师,你们要是敢闹上门的话,就等着被送检察院吧。 宋清晨知道,父亲和奶奶就是看着乍乱乎乎,一副很有能耐的样子。 其实,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,保证瞬间就变缩头乌龟。 反正好言好语跟他们也说不通,索性就吓唬吓唬他们。 宋老太先前就从周少警那里听说了关于季家的厉害,这会儿当然是有点害怕,他看了看宋父有点拿不定主意。 宋父也是个胆小如鼠的人,现在能有个几万块到手,总比一分也没有要好。 这样,你先去把钱拿过来,这几天观察一下你妈的情况,要是没什么事的话,我考虑一下放他们一马,但如果要是情况不乐观的话,我可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 儿子,你胡说什么呢,这几万块怎么能了事呢? 宋老太急了,在家不是都说好了,没个上百万绝不妥协,可这会儿怎么几万块就让儿子眼红了,真是没出息。 宋父赶紧把母亲朝边上拉了拉,低声跟宋老太说。 妈,妈,你先冷静点,儿子自有打算。 我不管你有什么打算,你要是敢因为这几万块,就把事情了结了,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 知道了,您就别操心了。 宋父一脸无奈。 宋清晨以为父亲这次真的被吓到了,心底松了口气。 钱,我会让人家转进我妈账户里的,这笔钱是我妈的,谁都没有资格去分。 他特意又看了眼旁边的宋老太,眼神里含着警告。 行行行,算你狠。 宋父白白手,懒得跟他废话,等钱到手了再说。 宋清晨心底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下来。 他还真是没想到,父亲能这么轻易被说服。 之后,他给母亲的卡上转了八万块钱进去。 原本是想转六万的,但是以父亲和奶奶刚才那种态度太少了,宋清晨担心他们又反悔。 宋老太被宋父拉出了病房后,就急着问宋父。 儿子,你到底怎么回事?在家里不是说好的,要好好敲一笔的吗? 宋父看了看来往的护士,把宋老太拉到一边去说。 妈,现在咱们就是计划这么做,但是计划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呢? 现在放着几万块钱能拿,还不如先把那几万块钱弄到手再说。 回头咱们计划要是失败了,也不至于落个一场空啊。 当然了,计划能实现的话,自然是最好了。 成了的话,那他们就要走向百万富翁的生活了,想想都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美事。 宋老太有点明白过来了。 好,你的意思是说,先把几万块拿到手,然后再去他们家闹。 对了,就是这个意思。 可是,宋情城都说了,那笔钱是直接打进他妈账户里的,咱们也落不着呀。